染色体异常要怎么改善 我真的碰到一个病人 就是说她不孕症 然后我们跟她验太太染色的异常 结果就我们刚刚讲的异常 就是报告给他们看 染色的异常 染色是有报告的嘛 就她的梁家的妈妈就很生气 就带着她离开我们医院 去吃药去的 我说很奇怪 染色的异常还可以吃药 所以真的有这样的病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种 医学的观念 还是要正确了 对 好 那么这个阶段 我们同样进行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蔡峰博医师 资历 博源妇产科院长 前常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中登世界名人录 不运症著作三本 连续四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 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 张华市博源妇产科 院长蔡峰博医师 副院长陈昭文医师 专制不运症 地址在张华市中正路一段 392号火车站旁 电话047260678 博源用心使您更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再回到 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 跟大家谈的是 习惯性流产的问题 好 那么继续来请教蔡医师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 对 我们还是来评想 那种成功案例比较有趣 就是这个36岁的病人 它本身就有血栓的体质 它血栓体质来自于 它一直在流产六次 曾经外孕过 那它是因为这个多次的流产 才知道自己有血栓 后来北部有一家 很大型的医学中心 帮它诊断出收它的血栓 所以它有一次就怀疑了 赶快去打甘肃 如果说血栓来得去打甘肃 那这个血栓打甘肃之后 非常的上帝实在对它不是很好 后来证实这个小孩子 是Termal syndrome 就是45X0 就是它染色体X少了一个 就是它的小孩染色体也有异强 对 它很悲伤的到中部来找一位医师 确定染色体 然后把它因产出来 后来又自然怀疑之后 它已经知道它血栓了嘛 它立刻打甘肃 然后打免疫球蛋白 它生了一个女宝宝 然后去年年底 它还抱那个女宝宝下来跟我们聚餐 所以血栓是一个习惯性流产 蛮常见的一个因素 但血栓所引起的流产没关系 就是怀孕之后赶快打甘肃 现在以前打甘肃都要测量那种 你营血时间很麻烦 现在那种低剂量 低分子量的甘肃不用 那就是必须要在怀孕之前 对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一种 不 怀孕之后它还在里面咋 很多病人就是说 蔡医师要不要怀孕前 如果你确定以前有血栓 那你也要做四管婴儿 那就是取卵后打 那为什么不取卵前打 取卵前打怕会引起内出血 因为打下去就会 你取卵这个动作会造成血流不止 是 所以我有一次处理一个 血栓引起的流产病 就是巴授四管婴儿 取卵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休息室就开始打甘肃 因为甘肃很痛 肌肉的很痛 每天要打 那像这个病人就每天打一针打到生残 蛤 要打这么久 很痛 很痛 对 但是没办法 体一堵到没办法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个体质 那你碰到只好认了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的命 是 我们看下一段VCR 那这个是我们如果说担心说 有生殖器官感染的话 就要可以做子宫颈的一些检查 那我们一定会从常见 像披草 离病之间检查 那披草的检查 很多病人就是抽血 很多病人拿一个抽血的报告来 披草 IgG 阳性 参医师我已经吃了两个礼拜药 为什么抽血 这个还是阳性 我说当然阳性 你吃一年的药还是阳性 因为 IgG代表你曾经有过披草 感染嘛 你要抽 要抽也要抽 IgM 或者你就在子宫颈做一个披草的 像这个是我们医院程医师在做示范 所以子宫颈类似一个某片 做个专业这个 然后把那个子宫颈的检体送DNA 就是披草的DNA晶片 那很准 对 所以要检查 就是刚才讲的 已经荷尔蒙我们讲过了 就是多量性暖炸 那是水荷尔蒙的 那再来就是 今天我们没有提甲状性的案例 那再来就是感染 当然的话就是要么你就抽血 要么你就在子宫颈 因为子宫颈是生殖器官的入口嘛 那你就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灵病梅毒 不 灵病后披草 那最近的人工生殖器官就室管婴儿一定要在验那个梅毒 那说巧不巧 人工生殖器官一开始我们就开始验 就找到了三个有梅毒的病人 那会病说梅毒会不会流产不知道 但是留梅毒你一定要先治疗 你先治疗三个礼拜的那个盆栗尔蒙在说 我们来看下一个故事 好的 好 那这个是一个37岁 这个在网路上是个名人 他已经37岁 然后流产非常多次 他曾经在别的院做过两次试管婴儿 我来找我做第三次 那我们帮他植了很好的佩胎 而且多颗 因为那时候人工生殖器官还没有限制四颗 那因为他有新冠状态 我们刻意把它换比较多颗 也是失败 那时候我真的有点沮丧 因为我觉得会整颗 佩胎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很多颗 那因为他本身英文能力很强 在美国念大学拿博士的 所以他就跟美 他有美国医师加哥大学那边的教授 Alan Beer 他就跟他联络 那那个Alan Beer也说 你赶快请差医师跟你做子宫内膜切片 然后送到美国来 我帮你做那个检查 就我就帮他做子宫内膜的切片 结果发现 那个报告出来吓我一跳 就是他子宫内膜下面的血管都破坏掉了 那充满了杀手细胞 那那边的医师说 那这个当然你再好的配套也不会成功 因为你子宫要放下去下面全部都杀手细胞 而且血管都破坏了 那你怎么 环境非常的恶劣 你的室管医师再怎么厉害也没办法 难怪说那么好的配胎放下去都不会成功 对 那好了 那没关系 这就是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找到原因了 是 那找到原因就好办了 他又他去做淋巴球治疗 他去打IVIG 他总共用三线 而且他的那个免疫 淋巴球治疗 还去哪里做你知道吗 去墨西哥 美国的医师跑到墨西哥 因为美国现在不能做淋巴球治疗 他跑到墨西哥 然后一个纽约的那个白人去那边捐血 给他做淋巴治疗 那治疗好了 他在一次 他先生是公务人员嘛 就在放长假的时候去 日本都喜欢去泡温泉嘛 他们去赏羽泡温泡温泉 然后那一次自然怀孕 已经生了一个淋宝宝了 哇 这样子都自然怀孕了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习惯性流产 你只要找到盐营治疗好 不一定要做什么人工受精四管婴儿 但是重点就是你要找到盐营 就是你要像这个病人 他一直在做三四四管婴儿 也一直在流产 后来他终于知道说 他的盐营是子宫里面下面内膜 就是这个胚胎要放进去 下面太多杀着细胞破碍的血管 那只要针对这个问题矫正 他自然怀孕人家生个女宝宝了 是 所以如果有找到原因的话 根本就不用瞎忙一场 对 所以我一旦要提醒观众 或者说有时候在网络上有些病人 真的是讲不听 就是说他常常会花很多心思去 动问一个然后他就去做很多检查 西问一个就去做很多检查 可是这些检查根本 他到后来有时候会觉得 一头雾血说我到底要听谁的 因为他有时候A网友说 有时候太多的建议了 A医师跟他讲什么 那B网友跟他说 B医师说这样才对 然后他有时候面对他 他可能检查一大堆 他不晓得要看哪些 可是那些如果说给我看 我会觉得这检查可以 都跟他无关 不用做 对 我们看一下一个VCR 好 最后一段 好 那这是一个我在做子宫内膜的切片 子宫内膜的切片要不要做 这是当然不是 这是我在做一个子宫里面手术的一个替代替代的影片 那美国方面有一个研究是说子宫内膜的杀手细胞如果在 四百倍的显微镜下便利科的医师的这个素颜 超过四颗杀手细胞是要治疗的 不过这个论点并非所有的不应征医师后免疫后这颗医师都认同 所以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做子宫内膜的杀手细胞 在美国芝加哥大姐旁边有一个Alan Beer Center 他有在帮人家做 那你要到那边做 你第一个你要先上网去登记为他们那边那家医院的病人 然后再来在台湾的话你要先向卫生室申请公文 然后由台湾的医师做好检理之后 后再胡马你送到美国那边去做 用Fedix 而且那个时间上都很快 要抓得很准 很准 对 所以很复杂 OK 那最后一点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蔡医师 那如果说是这种不明原因的习惯性流产的话 那该怎么解决 如果所有的检查通通都找不到 都正常 刚才讲那些子宫形状都正常的情况下 那你知道所有器做常识错误 那当然要这样讲这样的话变成会很受不了 就是会听不进去 他已经流产很多次 那蔡医师又叫他说你先试着怀疑看看 下次也许不会 那这也是习惯性流产病 常常会遇到护产科医师跟他讲的 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做 有时候护产科医师什么都没有做 流产很常见到 你再怀疑下去就不会了 那变成怀疑又流产 所以你可以用 就是一个西班牙研究报道就是说 你可以用人工生子造成一个多胞胎的状态 去克服它 比如说那你用三胞胎 那也许像刚才那个多胺性软胎症候群 它四胞胎有产有产有产生一个 所以多胞胎 对对对 总之一定有方法让你生而育女 是的 好今天非常感谢蔡医师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蔡医师 各位晚安也致各位心想事成 是 那在这边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祝你好运节目 我们再会 流产 流产 又流产 联系流产三次叫习惯性流产 你要从子宫的形状 染色体免疫感染荷尔蒙剂分析 找到原因正确治疗就不会再流产了 致你求子之路顺利成功 你不再经历啊 你不再庆悟了 你们让你不再按个 alert 我使你不会嫌疑 是因为你不再感叶 你不再摆什么 你不再加热 我让你感觉 我一直在感觉 ожу叶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